嗯 欸 我來了 走吧 好 等我一下 等什麼 你在幹嘛 這個是PLUS 這個是搭密機 我在幹嘛 因為這個是 Mavic的遙控器 現在很多人 Mavic喔 他只要用的是5.5吋左右的 手機啊 當螢幕的話 對 幾乎夾不上去 幾乎夾不上去 我們把這條都夾不上去 直接扣不上去嗎 都上不去 喔 這麼小喔 而且他 不好夾啦 但是幾乎夾不太起來 你看幾乎夾不太起來 喔 很強真的 有尺寸的問題 而且你這還裝了犀牛盾 對 所以 很多人都要把這個殼拔起來 然後 這個 這片板子是 怎麼外接的嗎 這個是另外擴充的 這個是一個 上面這是碳纖維的 然後這是有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吸盤可以連住 就是變成它不會 掉下來 那最主要是 它直接就是一個擴充板 直接這樣子放進去之後 夾起來 它這樣就夾起來了 這樣就夾起來 然後 不管你是5.5或4.7 你就不用把殼拔掉 直接放在上面 直接放在上面 不會掉嗎 不會掉 不會掉 很穩嘛 很穩 然後你在控制的時候 就很好控制 對 所以你如果 我現在遙控器沒電了 直接這樣子 對 如果你不用的話 你如果現用比較長 你把它拿起來之後 這個 各種片就直接拔下來 放到寶寶裡面 然後這個還可以 這裡還可以收錢 做的還蠻貼心 這是淘寶買的嗎 不是 這個是 我們請人家開發的 喔 這 剛做出來的 第一把 Sample 對 沒有要量產了 已經要量產 可能 會在 因為這個 中國大陸 有客人 跟我們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逛這個 巷梨店 因為 有一個GoPro的配件 壞掉的時候 要去找龍頭 欸 飄雨了欸 我們要去那邊搭車吧 走龍頭 坐計程車 走吧 登登 懶人啊 你就懶人啊 這是最好用啊 又有 又有那個 又有三種穩定性 然後怎麼拍 都 人都不會跑出去 可是他能拍的效果還是有限 對 對 對 哇 紅燈 嗯 這一支就是我常常在用的那一支啊 對 現在降價了 此時不買代何死 早買早享受 晚買想則空 哈哈哈哈 你說呢 是一樣的大小 他是說 萬一我沒有雲台可以直接抓 沒有雲台也可以直接抓 對啊對啊 因為他那個螺絲是一樣的 他是希望說 讓你那個 直接就是 萬一真的 沒有買雲台就直接抓 八分之三是母的 這個可以用 那就是套在小的裡面 變出來變大 他鎖在那個小的時候 對啊 變大的 我買兩個 這個可能會不見 我買兩個 會嗎 不會吧 你常常拔來拔去 羅帽 這用在我攜帶式的那個滑軌 是不是還沒少掉 你鎖上去就很難拔下來試試 那一盒 買單 現在我們在巴德路 買好攝影器材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那個地下室就好了 去光華地下室 光華商場地下室 去買 我買線材吧 買GoPro的傳輸線 然後我要買無線 無線基地台 講戲喔 對啊 買蘋果的就好啦 蘋果的貴死了 你家的設備都是蘋果的 等核度比較高 這種東西不需要用到蘋果的 然後再弄一台Apple TV Apple TV我們家有 但沒在看啦 幾乎沒在看 欸 前面有在賣那個大廠包小廠 就是 來光華商場必須要去的地方 還有豬血糕啊 豬血糕喔 邊走邊吃 對 邊走邊吃 好 很燙耶 不會 不會 不會啊 其實我們節目裡面很多啊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朋友 如果你們來到台灣 要買這種三系列的啊 就會來光華商場 但是要記得 要來吃豬血糕 然後 那一條 豬血糕裡面也超多吃的 裡面有那個牛肉麵 什麼那些 不過比較有名的還是屬於 這個豬血糕啦 嗯 其實現在 就是想要買三系產品 好像不太知道要買什麼 就是 手機iPhone 大家平常買iPad 電腦都有了 然後 相機 相機 欸人都買太多了 害我出來逛什麼 這個也有 那個也有 剛剛 突然 買到一個 想要找很久了 終於買到了 一直 之前一直在念說要買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可以 就是我們在外面紀錄的時候 就是拍一拍 然後想要馬上上傳 比如說 Instagram這樣子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是用那個啊 Micro 那個 SD卡 然後我們要直接讀取 因為回去插電了要很久啊 但是我們有時候在車上要立即興了 就要靠這邊 它可以直接連iPhone 然後上下面 SD卡 大張卡就卡 因為現在小卡都可以連接大張的 我剛剛上網它了 價格蠻硬的 都差 連蝦皮拍賣都是這個錢欸 我沒有買貴 我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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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這邊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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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要穿 這樣子吧 嗯 嗯 對,你在騎車的時候就可以拿在手上就不用擔心 我之前去玩飛行場的時候就是用這個 但是其實可以不用這個,可以只要比較好的 對對對 給你們看個東西 專利商標事務所 我告訴你們 專利商標事務所 給你們看一下 這玩真的,不是玩假 中華民國註冊商標證 Man's Game 為什麼是小寫 它沒有分大,註冊商標沒有分大小寫 除非它是圖案 除非它是圖案 好 第19類出版類 影片發行 節目表演製作 除廣告影片外的影片製作 配樂配音 這些東西 我們是屬於申請第19類 影片發行 我們是玩真的 這個要錢耶,這都是錢耶 不是隨便胡搞瞎搞 好 好不好 看一下今天買的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我從來沒有那麼省錢過 我們家的無線網路機器台壞掉 我沒有買一個488塊錢 你看啦,家裡面的東西用488 然後做節目用488 真的 真的 而且我們家那台無線路由器已經用幾年 用超過10年 一天到晚再給我當機斷線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排到這邊 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就是去廣告商場買個東西 然後 今天最主要讓大家 嘗試看一下不同的風格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的頻道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 影片的內容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有發現嗎 對,我們的顏色的色調 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今後的影片會開始嘗試用 各位現在所看到這個顏色的色調 然後我們開始 最近開始在學更進階的顏色的調配 就是影片裡面的配色 那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習慣 其實國外很多的Youtube影片 他們都有調顏色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其實都沒有調 那也沒有什麼一些太多的特效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往這個方向慢慢去學習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這個如何 希望可以在底下給我們留言 告訴我們 你現在看到這個顏色的感覺怎麼樣 那 日後呢 如果有什麼 我們學到新的東西會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先到這邊 掰掰 記得按讚 你就在看 一些緊記錠 多一件請 融入